就是当梦想和现实无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只能忍痛选择其一 要么我们选择梦想 还做你原来的艺术指导 可能会比较清疲 要么我们就向现实低头 我们去找一份工作 也许会朝九晚五 那么我需要一个答案 你是建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贺你 邓李丹 成功进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来 杨荣 李丹是这样 我今天特别欣赏你 我觉得你作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非常的执着 而且像有股韧劲 那我们威梦创等的主要是聚焦在 新疆卫加科技的找中期的投资 所以我现在特别学个大管家 专门把这个办公室环境 专门活动组织好 所以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行政专员 那薪酬是五千 低点在北京 好的 谢谢 谢谢您 咱们那个节假日可以休息吗 有加班吗 是正常休息的 因为我觉得今天给你旅游岗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全职妈妈 重回职场特别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你要重新回到职场的话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先从基层干起 我对你未来发展会更好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您 好 现在邓李丹 考虑一下 选择威梦创同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时间 开始 来 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选择威梦创同 好 祝贺你 也祝贺杨蓉 来吧 谢谢 谢谢 感谢杨总 感谢威梦创同 我会努力的 我会大大的努力的